Minecraft火焰 哈囉各位觀眾歡迎回來Minecraft火焰片 那我們在上一次這個介紹完樂園區之後 我今天想要來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那個地方 對就是我後面那個地方 視角果然還是不太會轉 那麼這一集呢我會用一個這種比較輕度的光影 來跟各位展示一下 因為我想說這樣子應該比較好看吧 但因為它光影感不會太重 就是希望各位會喜歡 好 那我們現在切回來 那我們今天就前往這個遠方的那個山莊吧 好 首先來到這地方 往天池車轉按鈕發車 車 OK 我們的車 欸 車是從後面來的是不是 當初怎麼設計的有點忘了 往前 然後我們在這個漂泊在這個湖泊上面 喔 這樣子啊 另外一個地方就是回來路上 那前方這座城堡跟上次那個不太一樣 前方這座是另外一個 那時候我們原本想做一個像是 一個是十字軍 然後另外一個是那個 反正忘記什麼 反正他們就是敵對的狀態就對了 原本是想要做那種NPC大戰的 但是那時候好像做到一半就有點放棄了 因為我們去蓋別的東西了 呵呵 好 那我們現在就 這一座我就不繼續介紹了 我們現在就往這個山莊裡面前進 來 進來這個山莊 他會先看到在這下面有一個非常黑暗的洞穴 然後呢 我們這個洞穴就已經 有打一點光在旁邊 啊 非常的奇特 非常的奇葩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OK 到站了 這邊就是所謂的 天池車站在地下室 不是在地下室 在這個湖泊的上面 非常的漂亮 然後這個地方可以上來 這邊都是透明的玻璃 這透明的玻璃在這個材質包的情況下 看起來就有點不太自然 然後呢 這邊要走一個非常非常高的樓梯 趕緊走上去 這邊可以看到旁邊的流水 這邊用一個像是瀑布的搭景的方式 就是讓這個水流了下來 非常的遠看是非常美麗 近看其實看不太出來是什麼 OK 到了 到這個上面 那我印象中這個天池山莊的原型 好像也是從別人那邊拿過來的 我們怎麼專門拿別人過來的東西啊 真的是一點創意都沒有啊 我們這團隊 看一下 歡迎來到天池山莊 天池山莊是我們自己命名的 當初為什麼要這樣命名呢 應該也是為了要就是有點像是度假的感覺吧 然後上去 這邊就是上去還有一層樓梯 天啊 這是要給人走死的節奏啊 所以我們那時候 特地改良了一下就是這個 我們從旁邊這裡有這個列車 可以坐上去 你也可以 當然是可以選擇走路的 不過我個人是覺得搭這個列車會比較快 而且這列車的速度怎麼有點快啊 奇怪 做錯覺嗎 上坡的速度非常的快 OK 然後從一開始我們可以先去旁邊的什麼 山莊農場 然後還有 大廳的階梯還有溫泉 那我們先去外面看一下好了 最後再進去裡面 下面有一個修剪會館 應該沒什麼就是一個 就是那個地方 那個應該裡面沒什麼東西 然後二樓 這邊是二樓的我們就不走 二樓有一個大廳 三樓是客房 它一樓是一個農場 就是有點像是觀光農場的概念 來到這邊可以讓人非常的放鬆 然後左邊的通道可以到達農場和溫泉 OK 我們就先來去看一下這個溫泉吧 前往溫泉以及公共浴室 哇 這是一個男女混浴的地方呢 相信這個地方就是所謂的溫泉 溫泉 這個溫泉 有嗎 下面有那個嗎 有沙沙的那種 有火烤那種東西嗎 我們那時候沒有設計好嗎 應該是沒有設計好 下面理論上要有一個石板加電的火焰 就會有那種一直烤的那種感覺 就感覺那個水都是溫溫的 然後旁邊 浴室在哪裡 浴室在這裡 前方施工當中請勿進入以免發生危險 當初這個前方 前面還在 應該有別條路要去別地方 只是還沒有做到時候 有空再做 浴室 浴室裡面是什麼呢 非常的簡單的一個聯盟頭在這裡 翻起來 兩間浴室應該是長的一樣 先給客人淋浴然後再進去 浴室這麼多間 原來有這麼多間浴室我都不知道 OK 每一間格局都長的一樣 沒什麼 這邊 差不多這裡就是溫泉的概念 一個露天的溫泉 讓人非常的放鬆 這邊應該是進去農場的地方吧 我們不要走這裡 我們走外面 讓我出去 讓我出去 這裡還可以上去另外一邊 這邊的路都是相通的 當初都有挖好 從這邊回去 我們從大廳回去 這邊走過來 OK 剛剛出口 入口在這邊 你看 可以看一下 其實來到這個上面 你可以看到這個下面的城堡 這是另外一座城堡 這不是我們那時候 第一次介紹十字軍 格局長得一模一樣 只是顏色有 顏色是不是有換了 好像有換了 然後裡面好像也不是 十字軍的樣式 我有點忘記了 不過這個不太重要 反正格局都一樣 好 然後我們先從這個大廳 不是大廳 一樓的農場 一開始進來 就有點像是觀光農場的樣子 這些是不是還沒 種起來啊 有些已經種起來 有些還沒 然後這邊滿滿的稻草 這個設計是可以讓它種起來的嗎 我有點忘記 這個minecraft的 種植的 底面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 好像下面是那個 養殖場是不是 就是剛剛那個甘蔗區 OK好 我們上去吧 這種東西沒什麼好看的 然後 然後這裡就是可愛的農場 開心農場就在這裡 這邊種的 是不是有些死光啊 怎麼種的有點少 然後這邊圍了一個護欄 可以讓這個看到更遠的地方 哇 這個淺光影其實非常的不錯 我蠻喜歡的 就是光影感不會讓你太重 就是產生那種 朦朧的感覺 因為有些光影它這個效果太多了 真的太多太多 不太OK 然後這個是休息間 上面擺著一點蛋糕可以先吃 然後這裡也是一樣 跟剛剛 這是剛剛那個下面 在樓上一層 OK 然後我們趕快去看一下房間吧 然後這個大廳 的話應該在樓上吧 樓上一開始進來這裡 這裡怎麼又有個下去的地方啊 條條大路啊 這裡是哪裡 然後這裡是剛剛那個溫泉會館上來的地方 是不是 這裡有個陽台啊 這裡非常多道路非常多 非常奇妙 樓梯上來這邊 這裡怎麼 主臥室 一上來就是主臥室 主臥室就是不一樣 主臥室這邊呢 還可以有這個 應該是 起早的溫泉嗎 OK 主臥室 主臥室的陽台果然 特別的大 特別的大 還在這上面 在這上面吃東西有沒有 特別的愜意 我剛吃完了是不是 非常的愜意 看著遙遠的遠方 那裡是一片冰雪森林 然後這個雲 這個雲可能有點破圖 這個雲可能要從那個 內建這個地方把它關掉吧 顯示 細節 雲塊 我們把雲塊關閉 這樣看起來會不會正常一點 這樣看起來舒服多了 非常的乾淨 天空非常的漂亮 好吧 然後再走過去 關起來 OK 主臥室一樣有這個 主臥室有四個床鋪啊 這兩張雙人床的概念 然後這邊就是所謂的 山莊大廳 這邊還有一個 噴水池 好 然後這裡有一個 讀書的地方吧 封建箱 然後我看看 大廳的話 大廳就是這樣子 一字排開 然後有一個落地窗在這邊 這裡有陽台 這個這個地方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陽台 我們這個視角剛剛感覺非常的熟悉 可以看到我們下面剛坐火車 哎 坐列車來那個路線是長這樣子 把船進來裡面這樣 好 然後再進來這邊 關起來 然後我們趕快去那個樓上的臥室 是在往上走嗎 還是往下走 呃 再往上走 這邊有寫 往三樓客房區 啊 主貨竟然在 主貨不是應該最裡面嗎 OK 客房區的燈 如果你有入住 或是沒有入住 你就可以開一下 開關一下這個燈 讓別人知道啊 你們在這裡 然後這邊一律踩著這個落地窗的格式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美麗 其實我有點忘記 抱歉 真的太久以前 原作者是誰 我真的已經不知道了 但是 但是 很確定是從網路上載來的圓形 然後裡面有一些加以改過的地方 所以這一張 這個山莊不是我們 呃 不是我們全部蓋自己蓋出來 也是從別人那邊過來 當初是移植了不少東西 不過這張地圖還是有我們很多自己蓋的 之後各位會慢慢看到 其實我們前面也看到很多 那都是我們自己蓋的東西 好 然後客房區的話 其實每一間格局都差不多 這一間 這個格局我比較不喜歡 這個格局太宅了 這邊雖然有開著天窗 但整間格局 不夠喜歡 這邊可以給別人來住宿休息 然後落地窗 落地窗 看出去就非常的爽 有沒有 這個 大白天這樣看 可惜我視野沒有調太遠 這有點看不太到 因為這個這個地方真的有點太高了 看看能不能飛到有沒有一個陽台 這邊有沒有陽台 我們飛到外面去給大家環繞一下這個地方 我們開一下這個創造模式 然後飛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這整座山莊剛剛細節差不多就這樣子 非常的大 然後 然後 格局的話 制裁大部分都是玻璃窗的格局 非常的漂亮 這邊的屋頂那時候是為了生怪物 為了防 預防生怪物才這樣子設計的 整座山莊看起來就是這樣的概念 這邊是休閒會館 然後下面的話有一些採礦區 就是可以給客人下去採礦 還有就是剛大家看到那個地洞 好像有一個地道 好像有一個地道可以進去探險 這邊嗎 反正就這一代 哎呦好深喔 好恐怖 我還是不要亂進去 然後 這個地道可以給大家進去探險 OK 主要環視一下 它的四周 差不多就是這樣 其實遠看非常的壯觀 各位看到 這個角度 我非常喜歡這個角度 然後配上這個 配上這個雲 這個霧 這個光 然後到下面呢 到下面這邊 從那個休閒 樓上休閒會館可以直直的下來 然後就可以進去這個礦坑 這邊應該是有洞穴的 可以進去這個洞穴裡面冒險 哇 有一隻苦力怕 對我現在是創造模式 我都有點忘了 我先創造模式啊 誰怕你啊苦力怕 然後 對這邊很多地方可以給大家探險 裡面好像有什麼秘密通道之類的 有點忘了 那時候開挖一條秘密通道 不想找 太秘密了 好 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現在回到這個出口的地方 準備下山 來來回到出口這裡 也是一樣 按一下 然後車子就會出來 然後搭車下去 這邊就可以直接下山了 還會繞 帶你繞一下下這邊 哎呦 有這種感覺嗎 這個有沒有俯衝的感覺 各位 衝下來嗎 衝過來 馬上 到達這個 一開始出口來的地方 然後到達這個地方呢 好的 我們要再一次沿著沿路繞回去 樓下剛剛那個地方搭車回去 這個地方真的是非常偏遠 一般人應該是不會來到這個 好啦各位觀眾 那我們今天這個小小的天池山莊 簡介就到這邊 希望你會喜歡這次影片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到我的FB粉絲專頁按讚 那我們就在下一張創世神 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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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立 kap你 字幕志愿者 李ay ep by bwd6